最近非常非常忙 所以來到現場我說 奇怪 關遠傳什麼事 好 我不是就是跟石周 要出一本電影書嗎 那後來才知道 才搞清楚原來是這樣的狀態 我覺得非常有趣 因為身為一個資深的閱讀人 紙本對我而言 還是最重要的 最習慣的一個形式 但是 因為像我接下來的 剛剛他們都問我說 接下來我的行程怎麼樣 其實我從明天開始 大概要繞著地球跑 一直到17號 每天一個城市 然後我前幾天 三天半夜跑去成品 就買了我這一趟旅行 需要的伴侶 結果四大紙袋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已經很嚴肅的在考慮 我在旅行的時候 應該要以電子閱讀的形式 來陪伴我的長途飛行 所以今天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 對 我是一個非常好的提醒 也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覺得社長剛剛說的非常好 因為這本書 是我到目前為止 我所有的作品裡面 其實每一次都會出書 這是我自己最滿意的一次 不管從那個質感 然後編輯跟我們的互動 到出來的結果 我真的覺得好像自己 終於出了一本書的感受 那又加上有遠傳的加入 可以讓這個閱讀更便利 更及時 更沒有限制 所以我很開心 那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剛剛 我電影2月10號會在戲院 開始上映 那不瞞各位說我非常的焦慮 因為最近華語電影太熱鬧了 一個月有了十部 那我也從來 因為拷貝剛剛做好 是第一次 就等於公開的試片 剛剛在秀泰影城 三百多個人看 非常的熱烈 笑聲不斷 然後大家都很感動 所以我很開心 也很期待 我經過了這場試片 我可以更大聲的說 各位真的2月10號開始 有一部充滿愛的電影 將在那裡等著要打動你們 謝謝